大胖鲸鱼被打入冷宫 这是昨夜家庭聚会的录像 我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皇上下血本了 都邀请明星来领舞了 这不是胡彦斌吗 清妃这眼睛怕是数珍数花了 郑妾怎么看这个视频这么奇怪 哪里怪 甄嬛在看果俊王 转飞在看甄嬛看果俊王 二小姐在看圣贝勒 皇上在看二小姐 哪位齐飞把这些片段一个个搜了起来 笑死一场宴会 只有圣贝勒在认真吃喜 人都是下意识地看上自己喜欢的人 趁机要告发 皇上将瓜六移住了军粮 不要过分解读 甄与桓桓 云里与玉尹 云西与玉饶 三对家偶天成 果俊王和玉尹是家偶天成 圣贝勒和玉瑶家偶天成 至于皇上和甄嬛 是什么 家偶天成 皇上将拽飞移出了群粮 羡慕你们可以看来看去 而我根本不敢看心爱之人 哦 云里的心爱之人是 这 臣妾昨晚捡到了果俊王的香囊 里面掉出来一张小像 老师七爱上谁了 大胆的跟朕说 朕做主将对方许给你了 啊 怎会有如此淫乱之事 过去大胖局的皇帝服饰 连同果子里一起扔进冷宫 不知此情此景 皇儿有什么想对皇上说的 好好好 让你睡中间 甄嬛战队手自己劫 趁机要告发 戏贵妃自偷 公归森严 其贵人不得信口辞皇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嗯 嗯 花六撤毁了一条消息 每次都要配合皇后唱双簧 趁机累了 这有什么 奴婢不也配合戏贵妃表演 嗯 你心出事 小楚又气又伤心 已经两天又睡好觉了 还是问太阳的法子好 收用闭子书头 可以松款精神 可以睡得好一些 多嘴 你笑死 换婢婢都说完了 甄嬛才叫她闭嘴 这就叫做战术合作 你们安琪拉战队不懂 梦死 你们甄嬛战队很牛吗 咱们直接上阵容 让皇后娘娘瞧瞧吧 本宫是镇山的虎 面杰的豹 脚诈的虎 善良的狼 远镇的鹰 本铁的剃 背骨的小 还有六滴 这个反复被扎的雪包 嘿嘿嘿嘿 西贵妃 红艳和灵溪 到底是不是镇的孩子 天下子鸣 都是皇上的孩子 好家伙 朕为你生物 以达政治 有时候沉默 就是默认 西贵妃 你可认罪 来人 等等 陈姐战队 要一人申请出战 陈姐还有纯元的周围 娶你们的低血艳亲 朕又恋爱了 有人申请家群 放进来看看 八六加入了情疗 给西贵妃请安 有事吗 陈姐要告发 西贵妃私通 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句 是什么 陈姐要告发 西贵妃私通 私自开窗通风 也不怕夜风撂翘 动坏了身体 磕到了 所以你们的CP名叫西瓜 这明明是强扭的光 安玲蓉表白 胖橘破坊了 她记得我枕头的样式 她如此关注我 她是不是也 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 传筋之软枕 环环和荣儿 不愧是好姐妹 感情邦邦的 皇上快别说了 真的荣儿害羞了 陈姐只是觉得 凡是皇上刻的CP 都是假的 皇帝自还是风飞后 又自还是刻CP 你在自我感动什么 这一定是你宫里有 甄嬛安插的眼线 安玲蓉删除了皇后的评论 姐姐有看我的朋友圈吗 皇上里妹妹经养毕市 妹妹还是别发朋友圈为人 旁人嫌我不想 姐姐却最清楚 我哪里不想 哪里 取向不想 消息已发送 但被对方拒收 我但你真心实意 即便我不是你的唯一 可你一直是我追求的唯一 有瓜 朕就说 朕这次磕的CP 一定是真的 你跟沈梅庄你农我农时 我心里只有你 你跟皇上天天秘密时 我心里只有你 你跟温世出绯闻满天飞时 我心里只有你 你跟国君王农情秘义时 我心里只有你 啊 皇上将国君王移出了群僚 朕 秘密了 真的CP怎么就逼了呢 这件事要从一件浮光锦说起 她把我送的浮光锦送给了幻璧 她瞧不起我 我当什么事了 西贵妃也把苏盆圣送给她的衣服送给了我 我不在意 我也不在意 怪不得新霸几能活到大结局呢 西贵妃送的姑娘她好好的用着 送的衣服她大大方方的穿着 送的矮子送她高高兴兴地收着 主打一个心态好 甄嬛这么早就像屠龙 皇上出了个对联 谁要是对得上 皇上重重有赏 上联逆风如解义 逆风如解义 皇后打皇帝 逆风如解义 不爱人民币 逆风如解义 冒名家顶替 逆风如解义 小心时期地 逆风如解义 老娘是孙丽 逆风如解义 容易莫摧残 把余答应带来 第二天 逆风如解义 容易莫摧残 是你 竟然是你 皇上将余答应拟出了菌粮 靠 这个 骗了朕的皇家礼炮 一天后 环环好美 皇儿 你在做什么 我在拍片头曲 皇上 甄嬛侍寝寝带利器 莫不是想行刺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谁且有一把七星剪刀 预献给皇上 嘿嘿 那没事了 笑死 晚归人是有一些曹操在身上的 想看更多搞笑视频 神仙配音 还在等什么 关注怀秀邦吧 下期再见